如果这辈子没有被狠狠逼过一次 你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优秀 毕竟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巴克原本是镇里法官家的宠物狗 由于旺盛的精力总是得不到释放 他每天除了必须要拆架之外 还喜欢到处追小动物玩 顺便到镇上去巡视一番 给大家带来点惊喜或者惊吓 这天刚好赶上主人过生日 仆人们忙前忙后的准备 食物可以说是相当的丰盛 但就在主人一家拍合照的时候 大家注意到了巴克嘴里叼着的骨头 不出所料大餐已经一片狼藉 当天晚上主人罚他不许进屋 只能睡在外面的走廊里 也正是因为这次意外 彻底改变了巴克的狗声 他的心里十分沮丧 忽然响起的雷声让他很害怕 这时远处出现一缕亮光 巴克好奇地跑了过去 原来男人是个狗贩子 已经盯上巴克好久了 今天终于带到机会 利用吃的设下陷阱 将他骗进了笼子里 巴克急得呜呜直叫 只能从木板凤里 望着那个温暖的家 离自己越来越远 此时的巴克还没意识到 自己再也见不到主人了 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 他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等待他的不是主人温暖的怀抱 而是狗贩子的当头一棒 挨打的次数多了 骄傲的巴克学会了陋气 但他并没有完全屈服 而是趁着看守人员不注意 猛地挣脱绳子向外面跑去 他一路横冲直撞 没人能拦得住 在心里不停地告诉自己 楼梯上面就是自由和光明 可巴克没想到的是 等待他的是一片冰雪的世界 他已经来到了传说中的阿拉斯加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漫天飘落的大雪花 巴克立刻就被迷住了 不过在美好的景色 也改变不了他从一只富家狗 沦落为奴隶的悲惨事实 巴克垂头丧气地坐在狗群里 由于体型上的优势 一个黑人一眼就相中了他 从此巴克就成了一只雪橇犬 向来养尊处优的他 哪里干过这样的体力活 一路上可谓是跌跌撞撞 甚至为了看只可爱的兔子 拽着整个队伍翻下了山坡 身体上的劳累倒不算什么 晚上才是他最难熬的时刻 从前他都是睡在房间里 现在只能以天为被以雪为床 实在是太冷了 走着走着巴克看到了一只黑狼 这是他第一次唤醒自己的野心 渐渐地巴克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拉起雪橇来稳当多了 雪橇队的灵犬是一只哈士奇 他仗着自己是老大 吃饭时总抢其他狗狗的 巴克看见后把自己的那一份送给了同伴 狗群也第一次对他刮目相看 在经过一次次的磨练过后 巴克终于找到了奔跑的快感 这天干完和二哈独自霸占着水源 其他狗狗想要上前喝水 被二哈的气场瞬间吓退 此时巴克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他默默从二哈身边走过 找到一处比较薄的冰面 为大家开辟了新的水源 这下狗狗们都能喝到水了 巴克的这个行为让二哈很是不满 两只狗就此结下了梁子 这天他们要度过一片危险的冰面 女主人一个不小心摔了下去 湍急的河流一下就把他冲走了 危急时刻巴克没有丝毫犹豫 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去救人 就在巴克快要精疲力尽时 他第二次看到了那只黑狼 心中的野性瞬间被唤醒 撞破冰面把女主人救了上来 男主人抱着巴克很是欣慰 二哈看到这一幕很是不爽 毕竟自己才是队伍里的老爸 这件事后主人对巴克刮目相看 并魄力让他一起过来用餐 这一幕又被二哈看到了 深夜巴克又看见了那只小白兔 他追上去然后又轻轻地放下 似乎在说我只是觉得你很可爱 没想到一转头 小白兔就被二哈给咬死了 巴克愤怒地吼了几声 二哈终于也忍无可忍 想用武力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巴克从来没跟狗打过家 完全处于被碾压的状态 几下就被二哈打晕在顶 其他狗狗见状吼了起来 他们早就看不惯二哈的霸道 试图唤醒巴克站起来继续战斗 这时黑狼第三次出现在眼前 巴克听从了内心的召唤 野心彻底被唤醒 这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二哈 本来想捍卫自己灵犬的位置 这才故意向巴克发起挑衅 没想到却被对方轻松拿下 最终二哈认输了 夹着尾巴消失在了风雪之中 第二天男主人只能重新选择领取 可是狗狗们纷纷拒绝 巴克毛遂自荐地走上前 但主人对巴克没有信心 便把他推了回去 不过巴克那坚定的眼神 还是让主人决定试试 可这一世队伍的速度瞬间飙升 完全和以前不是一个档次 忽然山体发生雪崩 男主人要求巴克左转 可是巴克看到了一个山洞 于是他果断带队右转 眼神坚毅地朝着山洞里奔去 最终成功化险为夷冲出了山洞 在夕阳的余晖下跑回了小镇 看着人们开心地收到来信 巴克觉得自己并不属于这里 与此同时一个慈祥的老人 为了逃避儿子离世的现实 只身来到了阿拉斯加 次日清晨巴克一行正准备启程 老人拿着一封家书拦住了他的去路 巴克默默借过老人手里的信 此时老人认出了巴克 这只狗狗不正是曾经在码头 帮自己找回口琴的那只猫 巴克继续带领队伍向前奔跑 奈何天有不测风云 主人所在的游地公司解散了 他们也被转手卖给了一个淘金者 这个红衣服眼睛里只有贪婪 雪橇被冻住的时候 他只知道拿鞭子抽打呵斥 直到老人出现帮忙松动了雪橇 他警告红衣男这个季节去淘金 无疑是在咨询死路 可红衣服傲慢的很根本不听 巴克明知道前方危险重重 但迫于皮鞭和棍棒的抽打 他只能带着队伍艰难前行 老人心里放不下巴克追了上去 果然等他赶到时 巴克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 红衣服拿出枪准备解决掉巴克 被好心的老人救下 巴克昏迷了整整两天 等他再次醒来时 已经失去了所有同伴 现在这个老人是他唯一的朋友 可是他总是在喝酒的时候自言自语 巴克感觉到了老人的悲伤 不想看到他这么颓奋 于是用鼻子推倒了酒杯 又抢走了酒瓶 把酒埋在了雪地里 老人想把巴克推开又推不动 没办法谁让他块头这么大 老人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说今天是我去世儿子的生日 巴克温柔地朝他靠了过去 一人一狗在皎洁的月光下相互治愈 这天老人拿出一张旧地图 给巴克讲起了曾经的往事 儿子原来无比渴望 去地图尽头的黄金和探险 现在好了老人有了巴克陪伴 不正好可以实现这个愿望了吗 就这样他们坐上独木舟出发了 路上经过山川和河流 鸟群从头顶上飞过 水里全是逆流而上的大鱼 夜晚月光倒映在河中 四周围全部都是萤火丛 老人给巴克吹着口琴 巴克静静地在旁边听着 这天前方出现了一个瀑布 老人虽然略显慌张 但还是坚定不移地往前走 他们一路上跋山涉水 终于来到了地图的尽头 他们继续坚定地往前走 直到发现了一个小木屋 屋前绿草纷纷溪水缠缠 当然这里并不是什么仙境 而是有个淘金者留下的 他们在这里安顿了下来 远离了喧嚣的城市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余生 应该也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吧 但老人没想到的是 那个贪婪的红衣男 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行踪 这只狗狗猛地钻进河里 竟然是为了捞大块黄金 这天老人和巴克在河里嬉戏 突然发现水里有什么东西金光闪闪 老人捞起来一看 竟然是一颗黄金 巴克似乎看懂了什么 钻进水里摇起了一块更大的 这是巴克一抬头看到了 一只美丽的白色生物一闪而过 老人看出了巴克内心的渴望 鼓励巴克大胆地去追 巴克转头追了上去 路上遇到了大灰熊 他害怕地赶紧绕开 追上去后才发现是一只白狼 白狼警惕地围着巴克转了一圈 巴克伸出爪子向白狼示好 白狼拍了他一下 转身就消失在了森林里 这难道就是爱情的味道吗 从那天起巴克每天都去看白狼 白狼很是无奈 我和你毕竟不是同类啊 这天狼群中的灰狼想要偷袭野猪 突然不小心脚下一滑 瞬间被湍急的河流冲走 他赶紧抱住落在水里的枯枝 其他的狼急的团团转 却始终不敢跳出去 这时巴克挺身而出 拼尽了全力顶起了树杆 最后猛地用力一甩 成功把灰狼救上了岸 这件事后巴克也终于被狼群接纳 老人慢慢也发现了巴克的变化 尽管他一出生就被荡成宠物狗来养 但他的血液里始终流淌着狩猎的基因 有着蹲守猎物的耐心 也有着异于长狗的速度 随着捕到的猎物越来越多 老人明白巴克再也回归不了人类社会了 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归处 可自己的归处又在哪里呢 终于老人下定决心准备回家 走之前他把大部分金子扔回了水里 他对巴克说钱够用就行了 太多了也没什么大用处 他告诉巴克你可以留在这里 过属于你的自由生活 只希望巴克明天来和他道别 没想到就在当天晚上 红衣服找到了老人 打斗中他点燃了小木屋 拿着枪威胁老人 老人把金子丢给他 拿去把钱再多有什么用 他依旧不满足 还准备开枪将他灭口 千军一发之际 巴克从火海一跃而下 打掉了红衣男手中的枪 红衣男拿起棍子 却被巴克一口咬住 然后他顶起红衣男 把他丢进了小木屋 最后巴克走到老人面前 贴心地把儿子的照片放在老人面前 示意让他好好地活下去 老人离开了 带着关于巴克的传说 而巴克作为一只宠物狗 却成了这片森林中的狼王 还有了自己的孩子 带着自己的族群快意生活 关于我是谁我要去哪里 这两个问题 巴克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这短短的一生 我们不妨大胆一点 大胆去做自己的主人 大胆去爱自己爱的人 大胆去守护想要守护的一切 大胆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毕竟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点关注不迷路挥书 带你上高速 我们下期再见